你也講一講話就像小孩子 剛剛唱歌像小大人 對啊 真是越來越成熟 歌唱得越來越好 謝謝 今天衣服也很漂亮 整個長髮披肩 氣質美女 對啊 對 這套衣服是媽媽 爸爸買的 爸爸 可是以前不是爸爸都沒有 可是因為爸爸都 所以這次就做一點事 你這麼大膽跟爸爸講 你都沒做什麼事這樣 對啊 怎麼這樣 他又不會罵我 爸爸永遠沒辦法對女兒怎樣 對 上輩子的情人 來 林隆璇老師請 陳妤你唱歌的部分 我覺得你今天就像是一個 小鄧麗君 因為你知道鄧麗君的那種 比較有一點點可憐 然後又有一點撒嬌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你有做到 然後你這個聲音的 我們講說這個區域 我覺得很棒 因為讓你聲音 聽起來很輕鬆 然後又可以做很多的技巧 比如說一些轉音往下滑 或一些哭腔 都很像鄧麗君 我覺得是非常好 可是因為你的音色跟鄧麗君 又不一樣 所以又有人覺得說 你沒有在模仿他 你只是把他的這個精神唱出來 你可以去將心底練練 然後我曾經耐心聽你表明 然後我曾經耐心聽你表明 也已經瞭解你表明 也已經瞭解你表明 你有沒有覺得你這樣輕輕唱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壓力沒那麼大 你不會覺得說好像到這個地方 我會怕我出錯 因為一怕出錯 我們聲音就會緊 對不對 然後就會反而表現得不夠好 我給你的分數還滿高的 然後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不客氣 黃三亮老師請 我覺得我會越來越期待你的表演 然後你今天的這首歌我也覺得很棒 那今天可能你自己覺得緊張啊 影響的音準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就 你在慢慢心理上去調適它 對自己要有信心 那自然而然 你如果整個表演 你都是很投入的話 這個音準通常就是 慢慢就會修正了 那真的很期待 你下一次的表演 那另外兩位小朋友也 今天也都 我覺得都不錯 老師也都給不錯的分數 大家都加油 謝謝老師 評審請給分 我們台灣那麼旺的小小鄧麗君 今天的表現來到88、89、90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好 恭喜得到90.9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新同學張嘉義 第一次來這張牌就不計了 對 所以到今天為止 大家還是沒有黃牌 但是挑戰的是 張承鄞的90.9 三位小朋友請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歡迎衛冕者 鍾采穎 你好 好 舞章樣度越來越亮 而且非常有魅力的一位 越來越自在了 也不太那麼緊張了 因為很想聽她的歌 總覺得現在一刻回頭一看 已經7關了 對啊 一過就8關了 唱一首就是小一首啊 妳今天帶來什麼歌 江蕙二姐的《無言飛》 真的耶 這都是大人唱的歌的 你這不斷自我挑戰 這歌不好唱 妳是故意要唱書嗎 沒有 怎麼可能 那一定念很久 對啊 來